大政治 大包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好 我是周育晴 大家午安 我是王佑正 好 在週末的時候 我們看到強台來襲 但是想不到連戰鬥民族 也是快閃來台 是來去一陣風 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的情況是 他們竟然就快閃 搜刮了7000萬元台幣以上 而且還逍遙的出境去香港了 好 那麼當俄羅斯歹徒 7月10號的晚間 正在古廷分行犯案的時候 大家知道嗎 蔡總統居然正在忙著什麼 忙著在為支持者來切蛋糕 參加壽宴 但是現在要注意了 這個官員不要再去 只顧著老航庫的酬庸問題 資安才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今天發生的事情 不僅僅是一銀 其實全台灣用同款的 ATM的機器是不只一銀的 已經有全台灣超過3%的ATM 都被迫暫停使用了 難道說駭客要癱瘓 我們公股行庫嗎 在今天我們當然還會有 進一步的探討 不過我們接下來 先請佑正來介紹 我們這個小時的來賓 好 馬上先介紹的是 前立法委員林玉芳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黃志賢 主持人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員江啟成 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文聰會的副主委 我們的林明賢 大家好 好 我們看到這個 俄羅斯竟然他們來到台灣之後 居然可以 不用拿著這個 像我手上的這樣的一個ATM卡 這一銀的ATM卡 不用拿著這個卡 不用去碰這個機器 然後就可以讓這個ATM的機器 一直... 吐鈔票 然後放到... 對 放到這個包包裡面 然後就這樣輕輕鬆鬆的得手 看到這是我們中天新聞記者 獨家取得的嫌犯之一的畫面 那麼當時他是飛到桃園機場 而且正準備要租車 結果就靠著這個導航 竟然輕輕鬆鬆的 在全台灣的第一銀行的 20家分行 一共34個ATM 就拿走了這麼多錢 所以詳細的經過 我們馬上要交給我們的資深記者 徐華川 請華川來告訴大家 華川 好 回答兩位的問題 你現在所看到 是中天新聞獨家的影像 尤其在7月10號晚上的8點鐘 你現在所看到的就是 中間的畫面是他們在去取車的畫面 在右手邊是他去拿ATM的時候 最誇張的是警方發現 在7月10號晚上8點鐘的時候 有名婦人報案 他報案指數說有兩個外國人 就在ATM裡面鬼鬼祟祟 不斷地拿錢 放在口袋裡面 放在包包裡面 當時他就覺得說很奇怪 因此警方一查之後才發現說 有這麼一個狀況 有沒有可能是外籍車手的情形 後來警方還發現 現場還看到了 有6萬塊錢台幣掉在現場 就覺得很奇怪 隔天11號上午的時候 趕快打電話給第一銀行 要求第一銀行趕緊清查 這才發現原來你畫面上 所看到的這個影像 光是兩台ATM就領走了 644萬的現金 應該要想到說 我們縣政府不是有規定 一次只能領3萬塊錢嗎 如果按照這個速度來算的話 他一次領3萬 644萬至少領200多次 但是有人看到 他的過程花了10分鐘而已 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靠近ATM 他是滑手機的方式 讓ATM自己吐槽出來 而這吐槽的金額 就超過600多萬 再加上後來第一銀行 全部查清楚之後 這才發現原來雙北地區 就超過20個分行 有34個 有20個分行 34個ATM 全部遭到盜領 損失金額超過7000萬 我們再看下一張圖 這張照片是中天新聞 獨家取得貝瑞佐夫司機 最清楚的影像 這照片當時拍下的地點 是在桃園機場入境大廳 他入境的時候 臉上是戴著無框眼鏡 穿的是白色T恤 還背著一個包包 當時他和他的同伙 就到了一家租車公司 在桃園機場的複社的分公司 去租了一台國產車 兩個人就從這個時候 晚上的9點多 入境之後開著車 就到了台北來 目前檢警發現 有可能後面有台籍的共犯 為什麼 很簡單 他從8號入境 9號 10號 11號 四天三夜的時間 就盜領了7000多萬 如果沒有台灣人在後面指點 他有可能辦到這些事情嗎 再加上這兩個人 如果是最高級的電腦駭客 他也必須要有一個人 在後面告訴他們一些訣竅 為什麼會選擇電音行 這些都是調查局 以及警察局 這幾個單位 合理要偵辦的重點之一 我們要繼續來了解的就是 這次我們覺得最離奇的就是 他竟然是可以 這麼樣的輕易的得手 等於是用遙控的這個方式 這種遙控 所謂的像駭客一般的行為 到底是怎麼辦得到的呢 目前警方他們在查的過程當中 懷疑到一點 這一點是為什麼選擇電音行 簡單來說電音行是老航庫 他可能過去資安的系統 以及防火牆 已經很久沒有更新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他們懷疑說 俄羅斯有兩個駭客高手 可能跟台灣某一個工程師 熟悉電音行資安系統工程師 他就先有工程師 在電音行的中央處理器 也就是負責下方所有 有ATM的連結的中央處理器 植入一個木馬程式 不過植入之後呢 老外這些外國人 只要拿著他的手機 走到ATM前面 看清楚ATM上的編號 輸入之後 藉由遠端遙控 就可以把錢全部吐出來 而這個模式是設定在維護模式 而不是我們一般的交易模式 交易模式的時候 ATM會吐出收據 會記載說裡面有多少錢 但是在維護模式的時候 它只會啟動 它會把裡面所有東西 全部吐出來 而這東西就是現金 所以他們現在懷疑說 是不是丁銀行裡面 負責資安維護系統的 還是製造這個ATM的廠商 裡面有內軌 跟俄羅斯的駭客高手 兩邊結合 因此就在這四天之內 到領了七千多萬 好 華川你剛剛提到 其實他說這個20個分行 34個機台 總共被倒壘了七千萬 七千萬我們算一下 它的重量大概有76公斤 可能兩個大行李箱 冷咖 要裝滿滿 那這些錢不太可能 跟著這兩個已經離境的 俄羅斯人離開台灣 那這些錢現在到哪去了 有可能已經不在台灣了嗎 目前警察局 刑事局已經成立了專案小組 由9隊跟7隊來負責 以車追人以及追這個 兩名俄羅斯人的下落 調查局這邊 專門來負責洗錢 因為他們有個洗錢房子中心 另外還有這個 專門追查地下匯兌的管道 雙邊 雙管旗下來合作 能夠負責 能夠把七千多萬的現金 成功的用地下匯兌的方式 洗到國外去 目前專家分析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 它必須有很龐大的公司 第二個 它絕對不會有任何的 它不會像銀樓或是一些 可以匯兌的這麼單純的地方 它一定有旅外的背景 甚至它經常做貿易 這個是他們相對要去追查的目標 所以現在警方面在雙管旗下的合作 還有另外一點 為什麼能夠突破三萬塊錢的限制 因為現金管會規定 每一個人一次領錢只能領三萬塊錢 可是它這兩個人 卻可以在十分鐘之內 領走644萬的現金 原因在哪裡 原因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可能在把植物碼程式之後 它把ATM的模式設定成 維護模式 而不是一般的取款或是交易模式 這個被他們突破之後 所以ATM它在指定的設定之下 它就呈現了一個自動化的狀態 把裡面所有的錢都拿出來 因為這台機器誤以為 現在是有工程人員或是銀行人員 要進行內部的整理整修 要把錢拿出來 所以它才會突破了 金管會規定限制的 一次領三萬塊錢的模式 是 華軒 而且我們其實對於這個手法 也相當的好奇 因為畢竟在國外 我們曾經有看到資安專家 那麼他就直接的 就在電視上面demo給大家看 就是他只要是輸入了 可能一連串的號碼 或者是一個簡訊 然後就可以讓這個自動櫃圓機 一直吐這個鈔票出來 讓電視台的記者 主播們 在一旁看的是嘖嘖稱奇 我們覺得比較驚訝的是 怎麼好像這一次 像這樣子一個事情 已經在我們的台灣 已經明明白白就看到 他真實的上演了 有沒有可能是用 同樣的類似的手法 這樣子的話 今天意淫方面是強調說 沒有所謂的內鬼 但是這個鬼是不是有可能就是 負責這個資安的公司 有沒有可能 目前負責資安公司 以及ATM製造廠商 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他們是拒絕出面說明 說表示說還在開會 為什麼會這麼謹慎 因為全台灣有相當多的ATM 都是出自同一家製造公司 所出品的 所以他們也很緊張 萬一真的有駭客 突破他們的資安系統 讓他們出產的這款提款機 變成是駭客下手的目標 不只是第一銀行 許多使用同樣產品的銀行 也會很煩惱 也很擔心自己成為下一個肥羊 另外要提到這個歹徒做的背景 他們還特別挑選過時間 怎麼說 7月8號入境 剛好是颱風來的時候 9號星期六 10號星期天 他們正常利用在颱風夜的時候 他們特別知道說 11號星期一才會上班 因此就利用6日這兩天 銀行休息的時候不會結帳 因此就在這兩天的凌晨跟晚上 瘋狂地在20個分行 34個提款機 到領的7000多萬離開 好 非常謝謝華川 那麼當然現在我們也希望 能夠看到警方有更進一步的 這個線索出來 那麼究竟是否有台灣人設案 當然是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 還要持續的在追查當中 不過右者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手板裡面 你看這個歹徒作案的過程 是5到10分鐘 然後他就是集中在7月9號跟10號 白天也犯案 晚上他也犯案 而且他主要鎖定是在台北 也是中正區 西門 萬華分行也跟著遭殃了 其實我想我們今天在座的 這個林育方委員 對中正區應該是特別的熟悉 特別熟悉 過去您負責的這個選區 我是想是不是可以來談一下 你怎麼來看這個事件 因為按理來講 應該這個地方 他靠近博愛特區 對 危安應該是比較嚴密的 但顯然還是有漏洞的 他要選擇這個地方 反而他一定有考慮各種因素 有些因素也可能不見得是 我們在這邊可以猜得出來了 但是可以確定的一件事說 這些歹徒後面 一定有個集團 在提供各種的協助 譬如說這裡面要有 很高竿的駭客 那種工程師 知道怎麼駭進人家的裡面 網路的裡面 去做一些指令 才取得到這個錢 而且很重要的 你進來跟出去 要有後勤資源 對不對 你進來你要住哪裡 他現在住哪裡 我們還不知道 是不是住在飯店 如果住在飯店 可能留下比較多的痕跡 如果沒有住在飯店 請問是誰提供他們住宿的 然後一個也是一個很重要 你害了這麼多的錢 6000萬出來 你以為拿布袋 把它扛了就可以出去嗎 一個人帶出去 不能超過1萬塊美金 對不對 錢可能還在台灣 那這錢你怎麼辦 你錢是交給台灣的接應的人 先放著 不動 還是就馬上 你就把它兌換出去了 透過地下金融管道就出去了 這個也很厲害才行 這幾乎白到黑到 這個都要配合 高級的這些工程師 整個都要配合在一起 不過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說 俄羅斯好久以來 其實在網路犯罪上面 都滿有名氣的 第一個俄羅斯 你剛剛講他是戰鬥的民族 他們是很狠的 膽子也是非常大了 所以有所謂的這種 什麼Russian Mafia 這個所謂的俄國的黑手黨一樣 他們在西方一些社會 他們移民出去 或用別的方式觀光出去 他們搞亂黑道 連西方原來的那些的黑道 都怕他們 因為他們非常狠 第二個他們有些的 有KGB的經驗 像這樣子的人 其實像以美國來講 他們都會專門去鎖定 美國的情報單位不是都會特別去追蹤 像這樣子的人 可是我跟你講 美國人口也這麼多 你也不可能管住每一個人 如果說每一個都會管得住他 有些人也有這種犯罪的傾向的人 為什麼他還是可以犯罪呢 你說911有些人也有被追蹤 為什麼你還是擋不住他們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一定有一個集團非常的重要 但我剛剛特別講KGB就是說 這個特務組織蘇聯帝國解體的時候 這裡面有很多人是出來的 特務出身的 最好 謀生的 可是這些人帶著非常特殊的訓練 可能第一個武功可能高強 博斗的訓練 第二個他們有很多的網路作戰 對付網路作戰的這些的技術 特別的技術 所以這些人下來以後 有很多人為了逃生活 可能就進入黑道 所以這就讓蘇聯 俄羅斯的這些 網路犯罪的這些的集團 他們變得更加的厲害 如虎添翼 是 佑正你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特別 請製作單位整理一下 因為大家在看這個單一的事件之外 我想我們應該把這個視野 再放得更廣一點 就是要全面的檢討 從今年的 大概在農曆年的前後 到三月 到四月 其實我們一直 我自己個人也非常注意的就是 這個公股行庫怎麼一直在出包 財政部其實在520之前 其實財政部張勝和部長 其實就有特別提到說 的確是應該要檢討 是羅斯松了 我們的新政府現在上任了之後 要不要來注意這個問題 因為像之前 這個ATM就可以 比方說像今天是發生這樣 ATM的道理 可是在此之前 包括像趙峰金控 對 他認不出賈美超 他就可以被騙 這前一陣子的新聞而已 是 那華南銀行 他可以用假資料 就可以來抄貸 防貸的問題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公股行庫的 這個螺絲是不是松了 因為其實現在 這個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我們剛剛在講的 這個大家今天去領錢 可能要看一下 會不會你碰到的ATM 就像這樣貼了一個字條 他告訴你說 現在是暫停使用 系統維護中 也不會告訴你說 因為我們被害了 所以我不能領錢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還算是好的狀況 如果ATM的機器 是可以被歹徒控制的 下一次我們進去領錢的時候 會不會我們卡進去的卡 就被他拿到密碼 複製了 附進的資料了對不對 把我們的帳號裡面的錢 就領走了 所以他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 你剛剛講到說 這些老航庫 老航庫是非常保守的 照理講他每一個流程 每一個程序都是非常嚴謹謹慎的 然後更好笑的是 趙鋒金控他是 過去我們中華民國在處理外匯 都是趙鋒金控 他今天連美鈔都認不出來 這個銀行應該可以解散 然後華南銀行 他是做多少房地產 他是老航庫裡面做房地產 做得最厲害的之一 他假房貸5點多億 可是這所有的事情 只有一個心態 跟今天ATM的事情一樣 就是完全沒有危機意識 我們整個社會 包括銀行本身 然後包括其實我們現在 不知道說 現在的犯罪的一個型態 他是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不是你土法煉鋼可以處理的 好 今天這個狀況 因為我以前過去 我在高科技業上過班 34台ATM一台要領200萬 重點是ATM是這樣子 他跟個人電腦不一樣 他是像章魚 他所有的控制這個ATM 他是大腦在控制 你ATM你是沒有辦法用外力 去控制ATM 除非你控制這個大腦 所以重點是 你怎麼去控制到這個大腦 你那個程式是怎麼進入到 銀行的中專機的起司 所以他沒有辦法單獨去害 一台一台的機台 因為我們TC我們可以把那個 用USD可以把那個木馬城市 把病毒塞進去 ATM你沒有辦法 病毒弄進去 所以你除非控制到他大腦 然後他是單向的 所以他只接受大腦指揮 所以是大腦被弄了 好 但是我們現在並不知道 他是用木馬城市進去 他是用駭客 還是他是光明正大的內軌 就直接在操作 就把它設定好了 我們不知道 這要銀行說實話 全力跟警方配合 可是我們從過去國外跟國內 很多案例都發現 銀行在過程中不願意說實話 為什麼 我說實話 我內控的問題全部都暴露了 我系統早開 三年前就應該換系統 可是我為了要省錢 所以我就繼續用 我到時候 我過去有怎麼樣 我很多銀行在過去 都不願意跟警方說實話 所以我呼籲 銀行應該全力跟警方配合 好 那義營他控制的這一個 為什麼會全部都找一個 銀行的系統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要控制 這個銀行的系統的話 一定要是 你同一家銀行 你進去的所有的東西才一致 所以他未必是 一定是鎖定義營 而是說他這一次 一定要找一家銀行 這樣他比較好處理 才會快 那麼快的時間 可以拿到7000多萬 是 所以其實對老航庫的 這個問題當然其實 這個攸關於大家的財產安全 因為這次發生的事情 當然對於存戶的權益是有所保障 沒有影響 因為他沒有動到賬戶 可是下一次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今天很多受訪的民眾都說 覺得很恐怖 很恐怖 不敢領錢了 所以其實現在 我想請問一下現在江委員 過去我們在談公補行庫 我們好像覺得官員 比較關心的好像都是仇雍 誰應該擺在什麼位子對不對 像之前這個前不久 就6月份的時候 在葉宜金的弟弟 去擔任第一陣的總經理 結果那個時候也被說 是不是仇雍 這樣子的一些說法 都會往往會浮現出來 可是在這一次我們在看 不要再去管那些 政治仇雍的問題了吧 是不是應該好好來解決 資安的問題 資安比較重要 我想這是危機處理的 所以如果說 這個新任的總經理 你要證明你的能力的話 現在是最假的時刻 過去這些公補行庫 包括藝營 他如何來處理他的資安問題 還有他的金融安全問題 那已經是過去式的 這麼大的包發生了 這個簡直就是電影情節 內神通外鬼 甚至是只有在 魔鬼終結者裡面才會看到 對 今天有一個吐錢的畫面 然後現在已經真實的發生 在我們面前 而且還利用颱風夜 所以其實不要講說 你不敢拿ATM卡去領 你連網路上 現在你要操作你的匯款 我都覺得很多人會怕怕的 因為你不曉得 有哪一隻眼睛在看著你 他可以透過遠端的操控 這一次發生這個事情的ATM 那個舊的我們淘汰ATM 我聽說在Ebay上面 4萬塊可以買到 買到之後這些人就去破解 對 研究破解 破解之後產生新的犯罪模式 這種犯罪模式 它不是第一天發生在世界上 在歐洲這個犯罪集團 其實在羅馬尼亞 匈牙利 捷克 西班牙 都有類似的手段 已經犯罪過了 所以照理講國際刑警 還有國際金融這些 應該都知道有這種犯罪手法 這種屬於類似傳染性的 或者跨國性犯罪手法的東西 不可能說台灣的刑警 台灣的刑警 還有這個 或者是說我們的金管會 不知道 如果說他們都在其他國家 有這樣的犯罪行為 我們台灣不知道 那真的 你是被國際隔絕 那你如果知道的話 為什麼沒有讓銀行 去做好防範 在治安這一塊 你為什麼沒有要求 提高治安的層級 我覺得這個是 所以應該要好好的來檢討 對 只有一連串的問題在裡面 我想不光是說 他有沒有內軌的問題 而是你的管控 從政府部門 在管控這些金融安全 資訊來看 包括我們國土安全部門 你知不知道這樣的犯罪手法 這是很可怕的 而且這些人拿了錢之後 他怎麼處理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懷疑說 他是不是提了7千萬出去 不可能 所以有人說他是用電子的貨 把它轉換成那種貨幣 比特幣 其實委員剛剛問一個問題 他說我們的國家在幹嘛 其實就在這個戰鬥民族 來去一陣風 掃走了7千萬的同時 幾乎是同時 7月10號晚上8點鐘左右 我們的蔡總統在做什麼 他剛結束了台東的勘災行程 匆匆忙忙的回到台北 坐鎮指揮嗎 不是 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聊 大戰志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我們繼續要來談的 就是當歹徒正在輕而易舉的 提領了這麼多的新台幣之魚 那麼在這一天的晚上 同時我們看到蔡總統 他正在為支持者噴聲 好 看到這個照片其實都有 這是昏倒 當然我想生日一年一次 也是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因為畢竟 又正好是颱風的救災期間 蔡英文 她在7月10號的8點多PO臉書 特別也談到的就是 因為她有去勘災 然後她所了解到的狀況如何如何 然後大家都在協助重建家園 還說你我都有份等等 可是在這個時候 蔡總統不是要再勘災嗎 全台灣那麼現在都要動起來 可是蔡總統人 卻在這個一個壽宴的現場 就引發了爭議 因為另外還有一個爭議 就在這裡 我們看7月10號 開心的一同在慶聲的時候 卻看到當年巴巴風災的時候 這個時候前行任務的秘書 秘書長薛襄川 他是在為岳父陪他吃飯 過父親節那時候 簡直就是被罵翻了 所以也有人就 也有人就因此在這個時候 就回想當時 就有點替薛襄川抱不平了 我想這一點 明顯你可以來談一下 我們先來談一談 到底7月10號晚上 蔡英文總統他去參加的是一場 什麼樣子的壽宴 是非常重要的嗎 有多重要 其實就是很重要 裝腳 重不重要 他身分是什麼 他是台北市 民黨台北市黨部主委黃成國 他其實 對 父親的壽宴 其實他黃成國地方人脈 真的是很藍綠通吃 地方都有 所以說我覺得說今天 同樣有出席 蘇嘉全那一天跟蔡英文 總統有出席 蘇嘉全今天講得很好 政治人物只要選舉的時候 行程都很多嘛 蘇嘉全自己不就承認了 那一天為什麼去壽宴 為了選舉嘛 還選舉的人情在嘛 不是已經選完了嗎 四年後還要再選 不是 不是 我覺得重點是 蘇嘉全他講說 因為這個承諾 就是說蔡英文答應去幫黃成國爸爸 過生日 每年都去 這個承諾很重要 所以要去不相違背 可是當年薛襄川是陪岳父 過復興節 這個承諾跟這個承諾 好像陪岳父應該稍微重要一點 沒有 如果是國民黨做了承諾 國民黨就是傻傻的 就是被罵 就下台罵 民黨的承諾被批評 然後他們還反批評回去 一點同理心檢討都沒有 並不是說不能受驗 受驗可以舉行 也可以多大場 200桌 300桌都沒問題 其他的政治人物都可以去 總統去 你有沒有同理心 你那一天上午 下午在台東勘災 然後急著趕回來 趕回來出席壽宴 拜託 吃個壽宴有什麼了不起 就是很了不起 拜託 你的同理心在哪裡 台東的災民 還在水深火熱 還在重建 還沒復原 你趕回來是要參加壽宴 照片出來 那一天我沒去 我沒受 不會邀我 可是有人去 看不下去 把照片就是會 就爆料出來 那我們看看這個壽宴裡面 有誰參加好不好 來 看一下 蔡總統在這兒 這位是立法院長蘇大全 然後還有立法委員 就是鍾麗雄 還有這一位是立法委員 民進黨的 都是民進黨的 這個羅志正 羅志正今天在立法院演講了 他說蔡總統去15分鐘而已 做都沒做 筷子都沒拿 應該沒有那麼嚴重 還叫你們國民黨 不要小提大做 我講一句好了 在88風災 2009年88風災的時候 馬英九其實第一時間 已經下去救災了 下去勘災 蔡英文那時候是民黨主席 他怎麼講的 他說馬總統沒有第一時間 進入災區 完全沒有貼近災民的心情 隔年後來下大雨 馬總統一樣去救災 然後去勘災之後 蔡英文也這樣批評 馬總統去勘災是跟風 完全沒有自己的觀察跟同理心 拜託 你那時候在批評馬總統的 一樣的話放在你今天身上 你怎麼檢驗過不了關 所以民黨不要兩號標準 你自己做了就出來道歉認錯 確實蔡英文那一天 出席莊腳的父親的壽宴 感覺很溫暖是不是 對莊腳很溫暖 可是對蔡英民非常的冷血 就出來道歉就好了 不要再一錯再錯 是 這個樁腳應該是分量很重要的 背景好像不太單純 不太簡單是不是明顯 黃成國過去 其實媒體都寫過 他過去確實年輕的時候 有被管訓 那確實有一些特殊的背景 媒體也都報導過 他自己也出來承認 當然我沒有否定說 他的背景就不能說繼續從政 當然是可以 可是你要接受檢驗 你要替父親辦壽宴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說 總統的幕僚不應該 他應該給總統好的建議說 這時候應該還是要全力救災 蔡英文總統那時候下午 臉書還PO出來說 我們吊車 三貓 趕快要前進台灣 前進台東 結果自己前進莊腳的壽宴 你如果這種消息出來 你就真的災民放在心裡面 會怎麼想 你總統不是說一套做一套嗎 所以還是要有同理心 總統的幕僚 真的是辦了很大的錯誤 是 當然對於民進黨的支持者 或是蔡英文總統的支持者來講 他們也會覺得說 不過就是一場壽宴 是一個歡慶的場合 然後答應了就是去 只是去參加一下 沒有什麼 因為都已經先去台東 都看過災了 看災回來 那都已經是晚上的事了 很正常 人總是應該要吃飯的 諸如此類的 可是我們就會再質疑說 這會不會還是兩套標準 因為之前因為當時 在怎麼罵薛香川的 我們都還是記憶猶新 沒有兩套標準 怎麼可以做民進黨的 15分鐘 他在信長待15分鐘 可是他從台東要跑到台北 你要花多少時間 而且你可以在台東吃晚飯吧 他跟薛香川還有一個不一樣的 有很大的不一樣 當時88節的時候是禮拜六 薛香川自己一個人沒有司機 開了車子到行政院加班一整天 然後記不記得當天都沒有災情 所以他覺得沒有事情 到6點多要吃飯了 太太說今天父親節 然後因為他非常孝順 對他的岳父非常孝順 非常照顧岳父 所以他下了班了 已經加班一整天6點多 開著車子然後陪父親岳父吃個粥 災情小林村滅村 是第二天才知道的 而且當天連高雄縣政府都不知道 我們所有的資訊 你知道從地方政府往上報 怎麼可能中央會先知道 所以他是完全是真的很無辜 可是蔡英文 你不知道台東的災情嗎 所以你跟薛香川是不一樣 薛香川去吃粥的時候 他不知道災情 如果薛香川知道小林村麵村 還去吃粥 我們可以罵他 他不知道 蔡英文你知道台東多慘嗎 你還要趕快趕著 要搭飛機 然後到台北去 然後為了要去切蛋糕 可惡 而且他8點多的時候 應該已經在受驗了對不對 對 他是為了一定要去 柚正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好像是他PO臉書是8點多 309分 多麼虛偽 那就是目標PO的 所以他就是去完受驗之後 可能再回到浴室休息的路上 不是他PO 或是幕僚 幕僚為他PO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要 我想討論一件事 我想問一下委員 這個你印象很深刻 其實我們自己講到說 這個黃成國 他的背景不單純 我想你很記得 以前馬總統的時候 也跟一個有黑道背景人 扯在一起 叫陳寅柱 有沒有 2009年的時候 跟陳寅柱扯在一起 那時候被罵翻了 被罵死了 結果現在蔡英文 卻跟這樣的一個人同台 還幫他的爸爸慶生 怎麼沒有委員 陳寅柱其實我是不認得他 不過嘉義的地區 甚至別的地區人 很多的人都跟他是好朋友 有些人還在海外 接受他的招待 在回來的時候 還在那邊講別人 對不對 這就叫虛偽 我的感覺這樣 你們剛剛講小林村 小林村在我家隔壁而已 中央沙漠裡面在下那種大雨 激了很多水的時候 其實平地這些人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會曉得 台北更不可能知道 我只講一件事 如果知道裡面下大雨 那個雨很快就要夾著 大量的泥沙石頭 往下衝的話 小林村那些人會傻傻在那邊 讓他被埋在裡頭嗎 他們半夜都會跑走 就是因為不知道 等到那個雨一直下一直下 積了很多的水量以後 那個土都鬆了 石頭也鬆了 就開始從山上往下衝 他們就這樣子被滅村了 滅村也在我們那個地方 像蓋了大海村給他們住這樣 所以也就是說這種 我們不要用 我們要批評 民進黨問題是他當在野黨的時候 對國民黨太凶狠 太沒有人性 太沒有這種 罵的人說根本沒有留餘地 小林村都不知道 謝陽川怎麼會知道 就是一定要從地方往上報 中央的官員才會知道 民進黨的高雄現在都不知道了 是啊 我們來看這個 對於救災這件事情 這個國防部長馮世寬 他說各位弟兄們 他說日禮萬機的總統 你看他有說 因為他是陪同日禮萬機的總統 然後他又提到的是說 我們的辛苦其實總統都有 第一時間給我們什麼 給我們肯定 給我們褒獎 你看他當地各界人士 都感謝我們有事實災後支援 你們的大鵬 這個是他的一篇專文 他是希望國軍官兵弟兄們 要一起協力捐款震災 但是有人看到這樣的一篇文章之後 就會質疑說 馮部長是不是有一點在拍 總統的馬屁 要提到日禮萬機的總統 來 江委員你怎麼看 我不知道該怎麼在談 這個馮部長 我是覺得部長那一天 我記得在委員會打詢的時候 他自己講說他盡量少講話 結果現在不講話 用發文的方式 用寫的方式 但不管怎麼樣 我是覺得說你要來感謝 或者鼓勵所有的官兵 這我們不反對也贊成 但是很多時候你講太多了 你沒有必要去扯 那麼多有的沒有的 又扯到日禮萬機的總統之類的 我覺得我們目前所有的官兵 他們需要的是 他們除了去幫人家 他也需要長官可以體恤他們 長官可以關心他們 你可以用實際的行動 你沒有必要發這一種 你好歹 不然你就是在台東那邊 待個一夜 待個兩天 陪著那些官兵 實地看一下 走一下 你看看昨天就有新聞說 我們的阿兵哥坐在那個環保 支援回收車上面 大家都覺得說 怎麼會坐在那 也不是坐在我們的軍卡 之類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部長你應該真的是 花一點時間 用實際的行動 去關心這一些很辛苦 在協助救災的官兵們 跟他們吃一頓晚餐 午餐 我相信他們會感受得到 他也會覺得做得其實 覺得大家支持他們 他們就很高興 所以我覺得 不要發這一種 馮雲拍馬的文章 不但沒有鼓勵到基層 還讓基層看了之後 覺得很難過 是 江委員剛剛有講到 在立法院質詢官員 要嘛就說我以後少講話 像馮氏寬部長是這樣子 昨天您在質詢的時候 張曉月都不講話了 為什麼 因為南海的主權 我們都說不清楚嗎 等一下回來 我們就要來探討這個問題 好 大將之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等一下預計5點鐘 下午的5點鐘 南海仲裁結果就會揭曉了 那麼大家都在看 那麼到底所謂的這個島 還是礁 其實這是攸關主權的問題 現在這真的是有差 可是對於仲裁的結果 我們要怎麼看 還有就是 這個來佑正 要這個資料 我們跟大家說明一下 對 怎麼好像最近 這個又是駐守跟巡防 大家知道這意義是不同的 對不對 其實簡單說 就是太平島的爭議 對台灣人真正有差別的 應該是說 如果太平島變成礁 那我們就沒有200里的經濟海域 對漁民的生氣 就會有很大的影響 對我們的主權也是一種傷害 好 在這個時候 我們知道其實美國 派了航空母艦過去 那麼大陸從7月5號到7月11號 在西沙巡島這邊 進行了大規模的軍演 那我們台灣在做什麼 大家不停的加強武力 筆積肉 亮武器的時候 我們台灣居然在4月跟7月 颱風來的時候 就是尼波特颱風的時候 把我們百頓級的海巡的 巡邦艦給撤掉了 理由是什麼 理由說因為颱風怕把船艦撞壞 那很奇怪 其實你從颱風經緯度來看的話 太平島應該不會被影響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要把船撤回來就對了 好 Anyway 這個時候大家就罵了說 你們蔡政府搞什麼鬼 怎麼會把劍給撤回來 大家這個時候都應該在那邊 守護自己的主權 於是在昨天馬上 海巡又派了一艘偽星艦 說這1800噸 比這百頓級的更大 要過去了 預計大概今天晚上 就會到太平島附近了 可是剛剛預先講到重點 我們原本的海巡的 這個百頓級的艦 是常駐在那裡 駐守 但是偽星艦只是巡邑 也就是過去晃晃就回來了 換句話說太平島現在 在南海仲裁結局要出來的同時 還是沒有武裝的 所以這個委員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仲裁結果 您怎麼預估 第二個就是這個 偽星艦是怎麼回事 怎麼又回去起航 是怎麼回事 仲裁的結果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容易預估 這個是高度政治敏感 外交敏感的問題 你要說這些仲裁員 背後沒有各國的力量 再要影響他們 我覺得是很難的 我覺得是三個標的 第一個就是黃岩島 你要怎麼判這個黃岩島 第二個太平島 第三個標的就是那個U型線 就所謂的九段線 或是講十一段線的問題 我是認為大陸的傷害 是一定會有的 他只能選擇中傷還是大傷 大傷的話就是黃岩島就是礁 U型線就是不承認你 就沒有這回事 這樣你大陸就是大傷 小傷的話就是說 他可能玩弄一些文字的技巧 U型線他基本上就是不支持 可是他不會用非常強烈的字眼 讓你大陸好像無路可走 至於黃岩島被判為礁的 可能性應該是非常非常大的 至於我們的太平島 我們是最關心我們的太平島了 太平島你要把它講成礁 也真的是不太容易 我去了兩次 我怎麼看都不是一個礁 你就這樣子走路繞一圈 你要走好一陣子 才可以繞一圈的 而且上面這麼多的植物 還有養了這麼多的這些 還有飛機跑道 吃的東西在那個動物在那裡 所以你要講起來 那是一個生機盎然 適合人類長期居住的島 尤其它有淡水 所以聯合國的海洋公約 裡面講的條件我們是符合 他覺得是一個島 尤其是你如果說 太平島不是島的話 請問你 他說那個水都可以直接拿來喝 所以是可以居住的 當然不會比我們這裡的水好喝 多少會比較有點鹹味 可是絕對是可以喝的 是沒有問題的 對不對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說 你如果太平島 你判決它不是一個島 那沖之鳥礁是什麼 這馬上就要面臨之後 沖之鳥礁問題 不是只有日本的問題 也是你美國的問題 因為你美國就在日本的後面 所以這個東西 不是那麼容易判決 如果那麼容易 這個仲裁結果就出來 怎麼會拖這麼久 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望之 望眼欲穿 只問樓梯想不見人下來 沒想說再過一個月就出來了 再過兩個月就出來了 為什麼一直要拖到 今天才會出來 就不好判決 不過我也要講一件事 不管判決出來是什麼 你說馬上大家就冰龍相見 我看不會了 該做的事情 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其實在前面這一陣子都做了 譬如說軍演表示我的憤怒 還有我不怕你 大陸在西沙搞軍演 美國就在這邊 靠近菲律賓這個地方 也搞演習 兩隻航母也都去了 航母戰鬥也去了 然後大陸也早就意見說 他的後果是什麼 所以他講得很強 他絕對不接受 他也不合作 他也不出席 連沒有關的國家 像日本都派了觀察團 大陸就是連觀察團都不派 你要什麼文件我也不給你 所以大陸本來就從頭到尾 就是個悲觀主義 或者務實主義 就是說反正我不可能贏的 我的選擇就是 挨一刀還是挨兩刀而已 委員你剛剛講的意思 是不是說不會那麼緊張 是因為菲律賓態度 變得比較輕重嗎 其實菲律賓有自出善意 第一個我像這樣講 東南亞這些小國家 沒有一個人敢直接挑戰中共 所以他以前都是拉著美國 現在太不變了 他們不會去 不過我告訴你 拉著美國是美國 就是說要怎麼武裝衝突 要雙方有這個意願 不過有一方非常強 似舞忌憚這樣 非打不可 我要講就是說 菲律賓這邊說 兩方都有意願打 我覺得東南亞這些小國家 沒有意願打 美國也不會讓他們隨便打 因為你隨便打 那美國最後挑下來也不好玩 那中國大陸 打得雖然不害怕跟他們打 或是樂意揍他們 可是他的意願也不會那麼強 為什麼 因為你揍了他們 尤其你揍了菲律賓以後 菲律賓跟美國是有盟約 美國非出兵不可 那我求你 自從我核子彈以來 原子彈以來 有哪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 可以面對面打的 最接近的就是1962年 古巴飛彈危機 那一次也因為 這打下去地球都會毀滅 不是他們兩邊都會死而已 大家都會死 所以最後就是沒有打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 會阻止這個戰爭的 還是戰爭的結果 可能的結果太可怕 所以我覺得不會打 但是偶爾會不會有些摩擦 然後會繼續軍演 然後繼續闖入你的 這個十二海裡裡面 不承認你的礁 也不承認它是你的礁 不承認它是島 也不承認這個礁是你的 這樣的演習 這樣一個海上的腳量 空中的腳量都會有 但是真的要引發成 爆炸性的 衝突性的戰爭 是不會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把那兩艘 100噸的那個懸防艇 給撤回來 派尾星艦去 我如果是不對的 因為你把它撤回來 那兩艘已經被海巡署 已經重新編入 他們在第一方上的就是 已經進入他的正式編制了 他不會再回到太平島去了 沒錯 做這個是 然後偉星艦 是來這個地方一邊巡航 一邊運捕 然後他很快就要回到台灣 就走了 所以以後的太平島 只剩下又是M8停 這個你本來有的東西 你把它拿走了 這就對任何人來講 你就是軟弱 這個就是軟弱 所以法廣的外媒就有說 我們自己有在棄 棄手的跡象嗎 那我請問一下 蔣委員 我們今天其實還看到 這個總統府方 還特別強調就是說 不排除蔡總統以後 親上火線 重申主權的不是嗎 那可是 看你在立法院去質詢的時候 什麼動作都像在棄手 怎麼好像講到這個官員 後來都噤聲不語了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官員 從外交部 陸委會 到國防部 甚至到國安單位 我想沒有一個人 在這個即將宣布的幾個小時 出來講任何的話 只有總統府簡單的 發個聲明稿 告訴大家說 我們會繼續捍衛國家的主權 可是我們看到周邊國家 每個人都要秀他們的軍力 尤其中美之間你看 這個已經到有點劍拔倫張了 當然我們設了一棵熊山 當然是烏森 反而讓人家更覺得說 到底我們在幹嘛 你該展現你的這個 肌肉的時候 你拿不出來 不該隨便亂弄的時候 你射了一顆飛彈 引起區域的緊張 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案子為什麼 我們現在的 政府相關的主政單位 他居然都不敢表態 連我們自己國家的領土 到底涵蓋到哪裡 這個也不敢出來講 你也不敢出來主張 然後顧慮東 顧慮西 一下子顧慮美國 一下子又顧慮中共 我們自己從過去以來 這個在南海地區 我們主權涵蓋的範圍 實際領土佔有的 到底情況是怎麼樣 你該對國際講清楚了 你不把真相講清楚 然後你只講說 未來我們希望有機會的話 要參與這個多邊協商的機制 在這種情況底下 如果你都沒有辦法 距離力爭的時候 未來這些有爭議性的 這個主權問題 要召開國際的談判 或者是成立多邊機制 來談的時候 大家為什麼要考慮你 大家說那你就全部給老公 取代就好了 我為什麼要考慮你 所以我覺得政府作為一個官方 你該出來講話 你起碼話要講吧 你不派兵 你也不派軍艦去 你把我們的海巡艦 你調回來 你起碼話要講大聲一點 讓大家知道說 的確中華民國還有台灣 在這個南海的紛爭當中 我們是佔有一個要角的 雖然說國際上 聯合國沒有辦法參與 可是我們實際佔有哪裡 過去以來 我們的這個十一段線 雖然老公現在講九段線 這中間有他歷史演變的過程 這也代表過去歷史以來 我們就在這個領域 這個海域裡面 我們有伸張過 主權過 我們的地圖有涵蓋到這邊 我覺得這些應該講清楚 也讓這一些在仲裁的人 他能夠聽得到我們的聲音 這一次仲裁的五個法官 沒有一個是跟亞洲有關係的 只有那個庭長 那個庭長是日本人 所以我在想 現在中共他也非常緊張 或不看好的原因 當然這是一個 第二個 那裡面的法案 幾乎都是歐美的 所以勢必這個結果我在想 你說要對中共有利很難 但是會不利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相關單位 他要去做好沙盤推的 因為對中共不利 我想也很難對台灣有利 好 其實剛剛委員 有講到一個非常關鍵的 就是所謂的十一段線 什麼叫十一段線 其實有點複雜 但簡單來說 今天蔡英文的做法跟想法 目前看起來打算要棄手 所謂的十一段線 如果蔡政府真的棄手 對我們台灣的主權 會有什麼影響 我一會回來繼續討論 好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其實在這一次 這個南海仲裁結果下午 五點鐘就要揭曉了 大家之所以這麼樣的關係 其實在看蔡英文總統 到底是不是已經自行先 撤手這件事情 攸關於主權的問題 所以宥正 趕快給大家看一下 來 我們很快來講一下 所謂十一段線 就是這個地方叫十一段線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是我們的領海 我們的領土 這個東西就是U型線 其實在194年 幾十年來都是這樣子 但現在看起來 蔡英文政府 很有可能會棄手 所謂的U型線 棄手的話 符合的是美飛的利益 換句話說 有沒有可能讓台海的局勢 更緊張 志賢 讓台海的局勢緊張 還是一時的 可是你把那麼大一塊地方 就是你剛剛那個地圖 放棄了 一樣的 這麼大一塊地方全部都放棄了 這是中華民國的基業 蔡英文你是對著中華民國憲法 宣誓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的 你這是怎麼樣 1946年那時候 二次大戰剛結束的時候 所有的那個殖民的殖民帝國 他東南亞的這些海島 他放棄了 沒有了 所以我們去把我們的領土拿回來了 為什麼叫太平島 因為當時1946年的時候 12月派出去的艦叫做太平艦 所以取名叫太平島 在那個兵荒馬亂 國共還在內戰的時候 為什麼那麼辛苦要派軍艦去 因為那是我們的領土 然後你有那一塊島在那邊 你才有那個十一段線 那整個南海 我們的 你沒有太平島你就沒有了 馬英九做了什麼事 他親自去太平島 所以因為一個總統去 所以全世界的媒體都會報導 然後這樣還不夠 他把全世界重要的媒體 都請到太平島 你們看有淡水 你們看還養雞養鴨養什麼 怎麼不是島 就像委員講的 如果這個還不算島 那兩個榻榻米大的蔥之鳥 那是什麼玩意兒 可是蔡英文 你自己把本來駐守在上面的 拿走了 你就等於是告訴人家說 我心虛了 我們過去是有駐軍的 你一個島沒有駐軍 菲律賓就強佔了我們的很多島 可是 對 你看像菲律賓就強佔了 我們這個島 中葉島 他也是被菲律賓強佔 我們只要沒有駐軍 他又強佔了 你強佔 他強佔你 然後你不講話 那島你就等於是他的 我們在1946年宣誓主權 在太平島的時候 我們畫地圖 然後我們公告 全世界幾十年來 沒有國家講話 所以現在講什麼講 胡說八道 我們的就是我們的 太平島就是我們的 而且現在還不是說 要租給美國 有可能要租給美國 如果租給美國 是 那蔡英文就等著被 總統府會包圍了 總統府會包圍 民生就上街抗議了 把自己憲法所宣誓的安全 身為贏